這個這個是怎樣 我... 從你吃蛋是不是 都不用跑了 幫自己配音 不多說不多說 凱瑞這就是 阿倫我們第二名 沒事我剛剛原本想說 第一名是誰給我出來 沒有關係 我們再玩一把好不好 你不要看我說什麼 然後我的藍那個排位場次 欸 真的一模一樣耶 真的一模一樣耶 我們看到三排中雙排 我跟夜叉跟COLA三排 然後他們兩個路人 看我又遇到了 這是緣分啦緣分好不好 你不要看我說那個 那個什麼我的場次只有無償 這只是我另外一支帳號而已 我本帳呢玩這支玩超久了 那今天呢就教你怎麼樣成本跟瑞瑞超冷 一樣搶的藍 我發現很多玩家你藍的那個 思想思考一定會玩錯了對不對 你不能把他當成一支ALL IN角色 你要把他當成一支 持續輸出煩人的角色 那今天呢我相信各位玩家你們在上古文課的時候 老師在上面講課你應該在下面 抬一下睡覺或玩手機 因為無聊嘛對不對 我也是這樣子啊無聊嘛 但是呢 我們今天就不用講了 我們讓你一種體驗 一種勝利期間的感覺喔 準備囉 好所以我們現在準備閉上眼睛 聽見你心狡猛 不是啊 我要講的是呢 你今天要把他當成一支持續輸出角 所以你開機走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變成這樣 開機走 然後你就直接開大絕 然後進去灌一套 不對 錯了 不是這種感覺 你要善用你的一技能跟二技能 你的二技能會加速嘛 你又可以這樣拉打一下 然後你一技能就可以噴水水 然後你呢 你今天應該是這樣 準備囉 我用這一段來形容一下 準備囉 開 嗯 開二技 嗯 暈到然後噴水水 有沒有 欸啊這場 怎麼會這樣再出去了 這個 OK當作沒看到 六月相當作沒看到 那這個卡莉應該是 我們可以再示範一次好不好 我們這裡準備囉 進場 這個不用這個不用 這個二技能就開著 可以他死了 我告訴你 噴水水 有沒有 有沒有 怎麼那麼強啊 瑞超人 來我們用這段來示範 那個夸克現在嫌很殘 然後呢 我們等一下吃完這個魔龍 也就在下 然後現在開機中 嗯 然後進來 然後進來 大絕 砰 就這種感覺 有沒有 你今天有機會 可以讓人家死的時候 你在開大絕 就是你不能今天一進去 你就直接 然後直接開大絕 就啼笑喔 不能這樣子 我們今天要噴水水 欸 差不多耗到一個你覺得 你大絕開下去 他會死的時候 你再開大絕 有沒有 學到了啦 你下次玩藍的時候 你就照我 你不行的話 你就開我這個 你就開我這個配音 我告訴你 我是你媽的問題把你打死 我們來去 我們反正我們就是一直 一直到處跑線就對了啦 這隻角色就是很容易 你可以去打團啊 然後去打支援 然後你就 我幫那個卡莉配 我看你們要幫那個卡莉配音的說 他剛剛頭文字D 扭有扭到 我們現在準備囉 準備囉 而且暈倒 然後再一個 沒關係 我們有大絕吼 有在 然後呢 你有事沒事 你就用你的強化普攻 因為你一技能有強化普攻嘛 你有事沒事你就用強化普攻去點一下塔 我告訴你 沒他的也好 然後我們現在呢 看到對面 藍區沒了 代表說對面打者在上路 所以我們眼睛就一直啪那個上路就好 就很像你今天在逛街 然後 你女朋友去買東西 然後你在旁邊偷看別人的女生 我們現在呢看到了 我們直接開一個一技能二技能 然後大絕有沒有看到 資源啊 哇 佩服自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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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不知道啊 就算了喔 沒關係我們已經拿下了一個非常好的優勢 等等呢 我們上路就會過得很爽 然後夜叉就會一直一直讓 他已經 他其實已經過得很爽了 他等一下就會一直推進去 我們等一下呢 就去幫Cora那一路 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當然 中塔這種東西 能先拔掉 我們就先拔掉 我們現在呢 準備先來去拔一個塔 那這個 可以可以 我們這個拔掉之後 等一下對面藍區 我們就可以錄 那這個可以 沒有他們沒有要錄 那沒事 沒有要錄的話 你就不要自己一個人進去了 這個就很危險 所以我們就故意 裝閉一下 沒事這個 扣了 哇 真的神奇了 我真的神奇了 他們玩 他們真的都完蛋了 我們直接一進來二進來 嗯 有沒有看到 然後這裡開一個 嗯 就是這種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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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太好玩了這隻角色 你就記得啦 你就記得這種感覺 就對了 他就是一直 在旁邊刮一下 然後一技能 二技能 一技能 二技能 你就是那種很急巴的那種角色 然後你今天 欸有機會了 你在開大 哇完美收割 那是我這個 好可惜啊 這個塔進不去了 因為 卡利紗納能力太強了 剛剛如果沒有他死的話 就沒機會 不過這個人 這個人 這個我 直接闖進我的領地 這個就不對 我們成功帶走他之後 中塔 不吃了 隊友在吃凱撒 那沒關係 我們去把下陸的那個 兵線整理一下 我 我應該不用過去啦 他們應該是吃了掉 那我們就把兵線 整理一下 然後我們就跟你看 我們家COLA 俏皮的 小翻滾 像Faker 當年在打冠軍賽的時候 好像有點不太想 你看 多麼的可愛 蹦蹦 蹦蹦 有沒有 隊友在打架 對 隊友在吃凱撒 我們在旁邊這樣談情說愛 這個人到底是 你到底是來幹嘛的 請你離開 請你離開 你已經跨越了我們 我們的這條界線 OK 不關你的事 我們這裡 可以 喔 可以喔 這個特爾安納斯 我喜歡這種特爾安納斯 我就喜歡這種 我喜歡 你敢跟我拼的 但是我不喜歡 那種就是 你一直規則一直規則 那是不好玩的 你今天敢跟我拼 我喜歡 這個卡莉 等一下 他等一下真的完蛋了 他一直射我們家COLA 是什麼意思 他這個人真的很 他這個真的很煩耶 我真的 他又一直 然後我的龍就要 我覺得龍就要不見了 我們現在直接 我要想辦法把他給你殺 但這個 拜託讓你 你讓我 他就是不會死 這個人 哇 好煩喔 這個人 哇 我剛剛其實以為我死了 哈哈哈哈 我想說 我 我怎麼那個 那 沒辦法 這個就是烈烈 這就是烈烈超人的藍 好不好 你只要學會了 我剛剛講的口訣 你也可以跟我一樣 OK 我們現在一樣 對面就死了 我們就把兵線 洗一洗 然後等一下下塔 應該可以 就讓Sty了 現在就讓ício消失去逼 那我們就準備 把對面 他這樣抽出來 你看我 真的不能惹 蛇氣的烈烈超人 他這樣 他走了 他直接一個 炎面射擊 不鬧喝 我現在她的傷害 真的很誇張 任何一隻腳 ça 看不到 有沒有看到我剛剛那種 直接坦克扮血啊 怎麼跟我玩 不要說是後排了 連坦克被我打到一下 他都要扮血了 我們現在準備進場囉 等一下那個下塔呢 會不會我們電工具有噴到 差不多快死掉的時候就準備 好現在準備進場了 開機中 前面接過 然後大絕 這垮根真... 不能讓我摔一下嗎 我剛剛都還沒完美全... 但是... 有沒有... 我沒想說我... 我應該可以很帥 然後... 然後一直一直... 不能讓我弄耶 他剛剛那個... 被他秀到一波 52.1%好不好 我告訴你 你不要想說... 就只有這個超人的藍 你只要照著我那樣子玩 喊出那樣子的口號 你也可以變得跟我一樣 你學...又讓你學到了一招 本期間就到此為止 最後記得幫我影片按個讚 你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後面還有各個開場的劇 給大家看下去 最近呢收到了一些評論以及建議 那... 就是有關於各個開場的這個部分 因為我之前不是常常會... 分享一些觀眾的故事嗎 那可能... 譬如說有個觀眾他可能覺得說 欸... Karen 你覺得... 我現在要念書嗎 還是... 你覺得我現在不去念書 我來去當... 呃... 什麼... 定念選手 之類的 那我可能... 以前的時候我都會直接幫他 可能... 我可能都會問一些細節 可能問他說 喔...那你覺得你的興趣是什麼? 那你覺得你有實力嗎? 那你覺得你爸媽怎麼... 那我可能就會幫他... 直接給他一條路這樣 就是直接給他一條方向 那... 那... 有些觀眾... 就是... 提醒我說 希望以後可以不要就是直接... 給... 問問題的那個人一個答案 而是把抉擇權... 交給那個問問題的那個人 譬如說... 就是有點像是... 不要直接給他答案 而是讓他自己去做抉擇 然後我可以來去幫他評估說 喔...你走這條路 可能一開始 你會打到射 但是你可能走一走之後 轉角會遇到愛 靠...又是一個彈壓車像這樣 反正呢 就是這種感覺 那你可能走B這條路的時候 你可能一開始 你就會轉角遇到愛 那你可能再轉一個角之後 你又會遇到愛 對... 就是這麼扯 然後反正呢 就是這種感覺 然後... 抉擇權 你要走哪條路 就交給... 那個問問題的那個人 這樣這種感覺 他們建議我可以這樣 就是這樣子做會比較好 而不是直接 給問問題的那個人一個答案 因為畢竟... 每一個人的價值觀 以及想法 然後... 甚至是一些... 家庭背景 都不太一樣 那這種東西都會影響到說 你走... 就是... 每個人的選擇 然後... 以及你走這條路 到底會不會順 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 確實... 然後我也非常感謝 那些提醒我 然後給我建議 以及評論的... 觀眾們 真的... 非常感謝你們 你們真的替我想了... 非常多 然後我看了之後 雖然我沒有回來 但是我看了之後 我真的覺得... 哇... 非常的... 非常的感謝 所以呢 今天就借這個... 各位開獎來去... 跟你們說這件事情 然後呢... 以下就是... 對了... 順便跟你們講 各位... 這幾天會有影片 但是... 可能會兩天兩天發一次 因為... 你們看完這部影片之後 我可能就在國外了 所以... 呃... 因為我想說這次出去 就讓自己好好放鬆 所以我出國之後 並沒有想說要來去... 呃... 工作 所以我就是讓自己好好放鬆 然後... 影片呢 我都會把它預錄 那之後呢 可能就是兩天放一步 兩天放一步 然後一直到我回來 我們就可以繼續來去... 每天跟你們一起嗨 好不好 那本影片到此為止啦 最後呢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以及我的個人IG 我們下集見囉 掰掰